這太餓了,大餓了幾天 現在是4點15分 我現在真的超餓 一天的斷食時間就瘦了 1.3公斤 有點誇張 這邊這樣超明顯 5日挑戰 挑戰5日的斷食 那我平常都有在做一些短時間的斷食 比如說168、186這類的斷食法 那我這次要挑戰的就是 24斷食法 就是一天24小時裡面呢 我們只取4個小時去做進食 這4個小時我會用早上多餐的方式 在4個小時裡面 攝取我一天該攝取的卡路里 我選的時間點是 在晚上的6點到10點鐘 這4個小時裡面可以吃東西 為什麼會設在這4個小時 因為可能早上要上班 辛苦完之後 回家可以吃個自己想吃東西 我覺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也是算是放鬆 再來就是因為晚上要睡覺的時候 曾經有過就是 晚上真的是餓到睡不著 肚子疲瘋 一直叫一直叫 好 廢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來看我的身體 8點吧 WOW 那我們現在是10月5號的12點 那我從禮拜一的晚上10點鐘之後 就沒有在進食了 就是我每一天的進食時間 就是晚上的6點到10點鐘進食 然後都會用這一台體重機 來記錄我的體脂跟體重 那我們現在來量一下體重 OK 那目前體重是 66.5公斤 BMI23 體脂肪是14.8 肌肉量53.7公斤 然後股量是2.9公斤 基礎代謝1648 欸 才17歲了 17 那算很幼屁耶 真正年輕9歲 Oh my god OK 那我們現在就來量我們的 腰圍 胸圍 跟手圍 腰圍是79 胸圍87 斗圍是31 下次10月5號的下午2點 那從昨天到現在 大概已經經過了16個小時沒有進食了 特別的感覺就是在大概中午的那個時間 其實是有點餓的 然後所以我現在下午2點的時間 我為了自己買了一杯黑咖啡 是無糖的 在斷食的期間一定要注意到 千萬千萬千萬不難吃任何有含糖的食物 不能讓你的血糖有任何的波動 這樣才是斷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醫藥點 早上的時候可以補充一些B群 一些身體需要的維他命 這時候應該是OK的 也沒有特別的累 工作上面我還是滿清醒的 對 然後我剛剛是從公司忙完了 然後在車上嗅一下我的這個黑咖啡 鑽石第一天的晚餐 我們選擇吃出魚 這個晚餐是1點14分了 然後我今天覺得 我跟我朋友他們一次有那點慘聽 真的只有大概6-7分鐘 然後Youtube會有帶他們回家 就過了我可以吃飯的時間了 所以我相信第二天的斷食會非常的行動 原本那時候想說趕快到五十蘭買一杯 1號增波移 2號趕快充機 想到了五十蘭的時候 已經5點15分了 我突然買了一個四季春的牛塔 我發現就是要自己忙一點 然後就不會一直想去吃東西 那現在是10月6號的下午1點半 先來量量看體重 65.2 一天的斷食時間就瘦了 1.3公斤 有點誇張 現在是4點15分 我現在真的超餓 我現在這個時間真的是快受不了 所以我現在一直在做工作 晚上6點了 真的太餓了 大餓了幾天 我昨天真的是吃鹿包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剛剛在很餓的時候 是有點想要反胃 那時候就我再喝一些水 我在反胃的時候 稍微不要再喝茶或咖啡 會讓你更不舒服 喝溫開水 是蠻有效果的 然後吃一點點的鹽巴 可以讓那個感覺比較緩解一點 在五十斷食的期間裡面 我會搭配的運動是 滑腹肌 跟一些簡單的核心運動 就不搭配重訓的原因 是因為其實如果在沒有攝取足夠 蛋白質的情況之下 就是你做重訓的話 其實它對肌肉的增長 其實是沒有太大的幫助的 所以在斷食期間 我會比較主重 有氧跟核心這樣子 這次的有氧 我是搭配滑腹肌 核心的部分 可能就是做一些簡單的棒式啊 或者是跪離跟累的關節 這是我有跟我的健身教練朋友 討論出來的一個比較好的菜單 好 今天的游泳結束 我們今天滾輪都做大概是200下 現在一天可以做到400下的滾輪 然後今天應該就是400下的滾輪 跟福利名稱 開始 我哥哥10點2分拿這個給我 他外面是奶粉的那種品質圈 斷食刀這第三天的時候 我會覺得真的那個線條有比較明顯 就是在不管是腹肌上面啊 會有更加的深的感覺 但是斷食刀現在應該有一定的成效了 其實像他目前第三天的體態狀況 有一些腹肌的線條啊 也會比較明顯 啊 和使用的也會比較有線條 這邊這樣超明顯 第三天 星空土桃 這個冰沙 這可以買 這個讚讚 然後現在就是要 我伯母昨天教我的方法 就是在9.55分 就已經要10點了嘛 然後反正會補充一下蛋白質 這樣可以讓隔天的斷食 更不會那麼餓 然後也不會那麼反味 再跟大家講一下 最後補充蛋白質 對明天的斷食 效果怎麼樣 應該會比較不那麼餓 因為我前兩天真的都會餓到 會反胃的那一種 很不舒服 而且我是吃完 然後晚上的時候 就會一直咕嚕 然後一直叫 我覺得我吃飽 但是好像沒有吃飽 第四天 昨天馬上打到太晚了 直接睡到今天的 5點多 直接斷食了 那個時間直接解禁 所以斷食最好的方法 就是一直睡覺 就不會想吃東西了 然後晚一點呢 有酒精狼人殺 我非常期待 所以我每個家裡 都會有酒精狼人殺 簡直是狼人殺 然後一樣 只能在6到10點這段期間 叫我喝酒 7月的時間都不行 大家看一下今天 稍微期待 來一點不同角度的 來一點不同角度的 來一點 來一點 好珍惜喔 可以摩摩摩 開開開 那我們就晚一點點吧 今天晚上吃 義大利麵 焗烤 今天吃的超不像斷食在吃的耶 這超糟的 大家在搭便的時候 搭便全部都是在睡 就擦屁股的時候 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 是不是會死掉啊 然後突然想到 昨天晚上吃 摩魚麵 明天就是8點 下午5點 又睡到5點了 斷食最好的度過方法 真的就是睡覺 前幾天的斷食都吃太好了 所以今天選擇一間小吃點 要滿滿的 欸這個辣椒很香 來這間店強力建議 這是小碗的 超滑的啦 好 那我們的五日斷食 今天就結束啦 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 我就要來跟大家一起揭曉這個吧 來 哇 63.4 21.9 又降 13.1 但脂肪好像只降0.9而已 2.9 基礎代謝率也降了 好 體內年齡沒變 1.9 3.9 1.9 1 2.9 1 2 2 1 3 腰圍變化蠻大的 腰圍的部分是77 腰圍的部分大概是29 29 OK 那接下來要帶給大家的就是 在這五日斷食裡面的一些心路歷程 第一個嘛就是體態上面的改變 體重上面的變化 還有體質上面的變化 這是無庸置疑的 都在我預期之內 因為其實我在飲食方面 大家有看 我前面幾天可能吃的比較正常 比較規律一點 但是我之後幾天真的是覺得 我已經也不忌口了 就是在我能吃的那4小時裡面 我盡可能吃我想吃的 但是一定要秉持一個原則就是 矽腳慢咽 不要狼吞虎咽 狼吞虎咽 你在這麼長時間的斷食下來 你突然進食的很猛烈很快度 其實對身體造成的負擔會非常的大 然後在這4小時裡面少量多餐 這點相當的重要 然後一開始大家可以先吃一些 比如說流質性的食物 無糖豆漿 然後喝杯牛奶 然後先讓自己的胃也緩和一下 才不會到時候吃到一半的時候 胃也不然很痛 然後你再也無法進食 那你隔天斷食也更不用講 就更不可能再繼續下去 然後再來就是 我伯母教的那個方法 我覺得非常的有效 但隔天幫助你斷食的持久度 我覺得更好 比如說你4個小時能吃嘛 那你可能在最後要準備 又要開始斷食前的半小時 你可以補充一下蛋白質 像最後3天我都有做這個動作 比如說我吃了2顆蛋下去 或者是我吃雞胸肉也好 其實真的滿足於隔天 比較不會有這麼的飢餓感 然後也不會讓自己隔天 這麼的不舒服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試試看 可以讓你斷食更加順利進行 然後再來是 心態上面的變化 斷食的期間 你會更加珍惜食物 因為我會覺得我等一下就不難吃東西了 所以我現在要更珍惜 我現在的每一口食物 進到我嘴巴的那個機會 可以深深知道說 為什麼要有飢餓三食這個活動 斷食可以讓你體會到 每一口食物它的寶貴跟珍貴性 我覺得這個是心靈上面很大一個 很Incortion的一件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遇到比如說頭暈 我怎麼去排解 我剛剛說的就是 補充蛋白質 是一個很好的方法以外 如果假設我現在有肝偶 噁心的狀態的話 我會喝溫開水 或者是 溫的茶 或者是溫的 咖啡 就是不要喝冰的刺激性的東西 到體內去 然後如果真的嘴巴就是很澀澀 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我會補充一點鹽分 就是我沾一點點的鹽 用這個吃鹽分 就是讓自己不這麼的疲乏 然後我在每一天早上 我都會補充B裙 維他命維生素 就是我覺得 會讓你比較有精神 在其實做運動上面啊 唯一有變化就是 重訓 重訓我有拿掉蠻多的 甚至如果你做到更高階的那些斷食的話 重訓就是可以拿掉更多 主要做有氧跟核心物 做線條 不做大肌肉 的那一種運動 在斷食期間 有一點非常key point 如果真的有非常不熟 讓你無法忍受 其實馬上就是就醫 或者是馬上中間斷食 就開始去吃一些東西 充一下了 斷食其實它是需要經過 醫師評估 到底才不可以 甚至更高階的斷食 比如說七日斷食 是有可能讓你身體不是以外 就是有可能嚴重到 會有可能會修復 所以這個 要請大家一定要切記 斷食是給健康的人去做的 給有需要的人 不是說鼓勵斷食 這件事 NO 我下次可能會想體驗看看 飢餓三食這個東西 我覺得心靈上面的那個轉變 真的是蠻大 我下次再打開 感谢观看